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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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这个字眼的时候 我明显看到秦莫向来没什么情绪的眼神中泛起了一丝波澜 垂下眸子 我变得颓丧许多 我真傻 居然望向你能爱上我 像我这种人怎么可能配得上你 死死地咬住手背 我没让自己无业出声 以后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找我帮忙 她的视线回到我身上 语气不再像刚才那么冷硬 谢谢秦总 我尖色地说着 拿起笔颤抖的签下名字 一滴泪珠落在我刚写完的字迹上 瞬间熨染开来 捡起桌上的支票 我哭着跑了出去 直到我的身影被黑色铁门遮挡住之前 我都能很明显感觉到 背后那道视线仍在一直跟随着我 待在秦末身边这么久 没人比我更清楚她最吃哪一套 她现在对我可能还没有爱 不过一定有愧疚 这就够了 万一哪天我快活不下去的时候再回来找她 她也不至于见死不咎 抖了抖手里的支票 我心满意足地笑了 三年换三千万 值 望着昏暗的天色 我扭了扭有些僵硬的脖子 做了那么久的柔弱小白花 我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做回以前的自己了 第一步 就从夜不归宿开始吧 成年了吗 看着眼前渲染郁气的小鲜肉 我没忍住掐啊掐她白皙的脸蛋 真嫩 这就是富婆的快乐吗 姐姐 我二十了 她胆怯地看着我 柔柔弱弱的让人十分想要怜惜 我没忍住揉了揉她毛茸茸的短发 触感十分好 并不扎手 突然之间 我好像懂了秦末会喜欢柔弱小白花的原因 真的很能满足人类强大的保护欲 摸够后 我仰躺回沙发上 继续享受压压酒吧F4的服饰 两个年长些的给我捶腿 最年长的给我扇风 我最喜欢的那个小的坐在我身边喂我水果吃 我时不时地露一下小鲜肉的头发 勾勾她的下巴调细一下 感觉到一种久违的自在 很快 我就有些昏昏欲睡 闭眼之前 我眼前模糊地掠过一道熟悉的身影 顿时把我惊醒了 那刚踏进酒吧门的浑身散发着王八之气的人不是秦末是谁 我飞快地起身 顾不得想她来这里干什么 只想冲到洗手间赶紧藏起来 她最讨厌骗她的人 曾经有个属下欺骗了她 被她折磨得炫肉模糊 据说最后被丢到了郊外喂狼 要是被她发现我之前那些乖巧都是装的 怕是要比那个属下死得还惨 眼看着我就要逃离出秦末的视线 我心里轻松许多 可还没等我刚放下心 我就被人从最后抱住了 我扭头看去 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小鲜肉 姐姐你要丢下我了吗 她把头放在我的脖肩蹭着 模样十分的可怜兮兮 要是放在平时我还会花点心思去好好哄她 可现在这种关乎性命的时刻 我半点都不想她挨着我 我使劲推着她 心中不断祈祷其末已经走过去 可天不遂我愿 白子 听着她隐隐愈怒的声音 我的心肝都颤了两颤 趁着还背对着她 我快速用手背把嘴上鲜艳的口红擦掉 在转过身时 已经恢复了那副淒淒淒淒淒的模样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震惊地看着她 暗中掐了掐大腿根 眼中不受控制地流下泪水 身边的小鲜肉原本还在姐姐姐姐的叫我 看我忽然变了个模样 有些震住 我趁着这个机会 从她怀里出来 掩面往酒吧外跑去 姐姐 小鲜肉回过神 又开始叫我 我捂住耳朵跑得更快 哭的声音更响 很快就从秦莫身边擦肩而过 就在我觉得真的演住了秦莫的时候 她忽然喊住了我 站住 看着面前离我只剩下五不远的酒吧大门 我心里想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跑 可脚却像被钉子钉在了原处 很快我就感觉到一股领寒的气息喷勃在我的眼后 我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在颤抖 这次不是装的 是真的被吓的 她面无表情地拿着刀子在那个属下身上 一刀刀划的场面不断地在我脑海里闪过 我现在不吐就是好的 为什么我到哪里都能遇见你 想找个地方削削愁都不能 我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被转过身 看着她眼里泪珠要落不落 这个姿态我曾对静练习过千百遍 绝对我见有脸 任何人看见我这副模样都会心生联系 这种地方不适合女孩子来 她皱眉看着我 身上的气息收敛不少 我已经不是你的人了 你没资格管我 我沙哑着声音说着 她似乎僵住了几秒 一种近乎于窒息的禁忌在我们两个之间弥漫开来 我努力维持着自己受伤的表情 不敢放松片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吃笑一声 转身往包间的方向走 我才敢松口气 这一关总算熬过去了 就是可惜了我下午非心思弄出的那点愧疚 瞬间被我这句话给折腾没了 可下一秒发生的事情 差点把我逼崩溃 姐姐 小仙肉不知何时跑到我身边 勾住我的胳膊 眼睛湿漉漉的看着我 仿佛在指责我抛弃她 她这一声喊得十分缠绵匪测 甚至把已经准备离开的琴墨都给喊了回来 看着琴墨又含下来的眼神 我努力深呼吸 吸气吐气 内心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冲动 冲动是魔鬼 我在小仙肉耳边轻语了几句 不过外人看来的话 我是被她挟持着 不得不靠近她 别碰我 我来这里只是心情不好 不找 不找呀 说完后我把她使劲推开 委屈地站在原地发抖 小仙肉没再缠着我 她走到琴墨身边 拽住琴墨的胳膊 开始甜腻腻地撒娇 那娇滴滴的声音 连我这个真正的女的 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你赶我走是因为喜欢这个吗? 我不敢置信地捂住嘴看着琴墨 眼神在琴墨和小仙肉之间来回不定 琴墨拧着眉 将小仙肉推开 抬脚想朝我走过来 你别过来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我捂着心口 往酒吧来跌跌撞撞跑去 种下的夜晚燥热得很 我在附近找了个墙角 把承诺给小仙肉的钱转给了她 她刚才之所以会突然接近琴墨 是我说了要是她能挽住琴墨的胳膊 一秒我给她一万 她刚才赚的可谓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 脖子都用力道通红 这家酒吧是先付款再消费 为了避免有些人享受完了后 没钱给装老外 我刚进去还有些吐槽 现在只觉得庆幸 要不是这样我脱身会更难 没付钱这么大瓦瓦地跑出来 不说琴墨追不追我 这家酒吧角落里的那些肌肉横生的保镖们都不会放过我 白小姐一道沉稳的中年男生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差点把我的活给下眉 我飞快地按捏手机收回包里 转身看她 有事吗 她是琴墨的助理 琴总让我送您回去 不用 我摇头想要走开 她拦在我面前 态度和琴墨一样强硬 最终我还是被她送回了琴墨给我买的那间市中心的高档公寓里面 有了这次经历 我安分了好几天 生怕哪天出去又被琴墨撞见一次 就不好遮掩住了 没了小鲜肉打发时间 生活无聊许多 看着账户里多出来的三千万 我那颗沉寂了许多年的心 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拿出手机 我给曾经同专业的校草发了条消息出去 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导演 当初刚毕业壮志愁愁 想要在影视行业里面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没想到没有背景的人实在太难 被排挤 被打压 每天住在狭小潮湿的地下室里 甚至很多时候连三餐都吃不饱 从那之后 我再不敢谈论理想 琴墨是我们行业的影视公司大佬 偶然一次机会 我得知我的长相与他喜欢的白月光相似度到七成 我便起了心思 我用身上剩下的所有钱套到了我能收集到的所有关于那个白月光的信息 然后把自己变成和他一模一样性情的人 原本的七分相貌相似 再加上我刻意地模仿 不说实诚实 九成九是绝对有的 从那之后 我便用情人的身份在琴墨身边待了三年 不过限制也很多 就比如我不敢在他面前流露出我任何的目的 生怕他会顺着这点蛛丝马迹 查到我接近他的动机不纯 要是他因此封杀了我 那更是得不偿失了 还不如安安稳稳讨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 父母早晚 我小时候颠沛流离 辗转在各个亲戚家 他们没有真心喜欢我的 他们拿着我父母留下的存款供我成年上完高中后 就不再管我了 我去找琴墨把自己献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 只想着我要活着 想什么呢 走了 我捂住被打得有些疼的肩膀 冷冷地看着站在我旁边吊锅的燕隋 他就是我那位校草学长 燕隋冲我善善地笑了笑 把胳膊伸在我面前 给你打过来 我一个手刀毫不留情地砍下去 他嗷呜一声 哭诉地看着我 你居然真打 我翻了个白眼 朝公寓外走去 他从后面跟上来扒住我的肩膀 一周前我联系上燕隋 没想到他当天就约我在咖啡馆见了面 我本以为再见到会生疏许多 却完全没有 他还是大学时候那副浪荡性子 在学校的时候他被人欺负 周围都是看热闹的同学 没人管他 我帮了他 从那之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不过毕业之后他忙他的 我忙我的就没怎么联系了 我这三年的经历他一点都不知道 燕隋和我一样出生并没有多好 不过他比我好的是女人缘 特地招那些傅太太的喜欢 因此拉了不少投资 刚出学校不到一年 他就拍出一部小伙的网剧 知名度暴涨不少 这几天他带我见了不少人 都是圈子里的导演和编剧 除此之外 他还传授了我很多他这几年 当导演攒下的经验 我对他很感激 碍于朋友之间 我没矫情地多番感谢 默默寄到心里 后天有个圈内的聚会 会来很多知名的大人物 我把你名字加上了 你可别放我鸽子 厌随往下压压压我的肩膀 我是那种人吗 我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待着他的肩膀不甘示弱地也往下压 就在我和他互不相让 莫名其妙地 开始一些小学机行为的时候 我感觉到从我的侧面 传来一道灼热的视线 转过头 我就对上了秦莫阴沉沉的黑眸 我莫名有些心虚地 把胳膊从厌随肩膀上拿下来 让他先到门外等我 等他的身影消失在公寓门口的时候 我才慢吞吞地走向秦莫 你怎么来了 这里是秦莫给我买的高级公寓所在的楼 他从来不会来这里找我 每次都让我去别墅找他 我心思飞速地转着 猛地一击零 他来不会是想要把房子收回去吧 他是谁 秦莫说话的语气太寒 仿佛能把周围人的血液都给冻住一样 我一时有反应过来 你说燕随 我大学同学在家没事干 我想跟他学习学习 找份工作 我给你的钱不够花吗 他盯着我 眼中看不出任何情绪 猜不出他的想法 我低下头 找了个最平常的说法 钱再多 也有花完的一天 他听完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 期间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的腿上停留了不少时间 他这是怎么了 莫不是又记起了我的好 想让我继续当替身 下一秒 我的眼前就多了一张一千万的纸票 我更加肯定了我的猜想 拿着钱去买条好点的裤子 望着他看着我裤子上的破洞的嫌弃眼神 我哪里还能不明白 我腿上这条花了近一千块买的破洞牛仔裤 被他以为我是在穿破烂 什么古早品味 我心里不断的吐槽着 他突然走进我两步 吓得我不自觉的退了退 秦伯晨的脸把支票塞到我手里 转头就走 看着他的背影 我张了张口 到底没舍得把这钱还给他 想着他那一仓库上百辆没怎么开过的限量版豪车 这点钱他哪里放在眼里 车库里面随便一辆 都比我手里这张支票贵 临出门前 秦诺忽然回过头 看着我的神色有些纠结 我攥着支票的手紧了紧 这么大的总裁 该不会说话不算话吧 一千万够你花多久 算了 以后固定每周 我都会让助理给你的账户打一千万 他该不会以为我之前那三千万都被我花完了吧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再要不要冲上去找他说清楚之间纠结 我到底还是没说 有钱不要的是傻子 尤其是拿这种是钱财如粪土的土豪的钱 想着我之前犹豫的那些时间 真是对钱的不尊重 转眼就到了燕随说的聚会那天 我本来是抱着扩展人脉的想法去的 没想到会在那里碰见秦墨和他的白月光 小白 那个人长得和你好像啊 燕随用手擒住我的脖梗 迫使我的目光转向门口 想死早 我冲燕随扬了扬拳头 视线在扫过门口相斜进来的两人的时候正住 下半句话彻底卡在了喉咙里 再也没出来 真正看到苏薇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以前演的根本就不像 他的温柔 优雅 几乎是磕到骨子里的 不像我 尽管尽力模仿了 总有些细微之处演的不到位 看入神啊 你是不是也觉得像 你说他会不会是你失散多年的姐妹 燕随妈撒着下巴 眼眸微腻地说着 我抬手冲他的后脑勺打了一下 小说看多了吧 跟我去喝酒 我拽着燕随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心里有些说不清楚的闷 我急着想要排解掉 中途燕随找了个上洗手间的借口跑了 我嘲笑地看了他一眼 晃晃悠悠地站起身走到阳台上吹风散酒气 看着窗外清冷的月光 我的记忆仿佛一瞬间 被带回了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父亲做生意不利 赔了不少钱 喝得满身酒气 回家撒酒疯 母亲和他吵了起来 我亲眼看着父亲红着眼说自己无能 从17楼的阳台边跳了下去 半个小时后 母亲哭着亲了亲我 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 那晚的月亮就像今天这般清冷 我拿起手机拍了张月亮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里面 想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 刚发完 我的手机就没电了 看着灭掉的黑色手机屏幕中映射出来的我 我的酒忽然醒了大半 我这是在干什么 从阳台回来后 我清醒不少 找到最倒在洗手间门口的燕随 我拖着他往门外走 找着代驾把他送回了家 而我打车去了压压酒吧 听着耳畔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我站在不断转动的灯球下 疯狂甩头 随着音乐不断摇摆 这一刻 我才感觉自己好像活了过来 不知道甩了多久 身边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我还站在台上 余光中有一个人渐渐向我靠近 我扭头看去 发现是那天的小鲜肉 我笑了笑 轻挑起他的下巴 弟弟想姐姐了吗 他羞涩地低下头 我笑得畅快 人生就该及时行乐 人什么都能想 就是不能想不开 跳得太久有些缺氧 我靠着小鲜肉的肩膀 从台上下来 猝不及防地对上一道冷冰冰的眼神 秦莫穿着一袭黑色西装 站在不远处死死地盯着我 看模样应该来了许久了 扶我去洗手间 我对身旁的小鲜肉说着 秦莫眼中明显的怒气 我不是没看见 可是我此时莫名地不想管 只想顺从本心好好快活 这些烦心事都明天再说 小鲜肉愣着没动 不知道是没听见 我说话还是被秦莫身上的冷意吓着了 怎么不走 我晃了晃小鲜肉的胳膊 他才愣过神 把我的胳膊架到他的脖子上 十万 三秒钟之内消失在我面前 秦莫从怀里拿出张卡 夹在两指之间递到我面前 这还不简单 我笑眯眯地伸手去接那张卡 心想这人是不是傻 天天来给我送钱 还没等我嘲笑完他 我就感觉支撑着我的力道一松 小鲜肉直接把我丢开 拿着卡就跑了 我晃晃悠悠地站立不稳 直挺挺地往前倒去 秦莫站在原地冷漠地看着我 丝毫没有扶我一把的想法 掉下去的那刻 我满脑子只想着让秦莫给我垫背 努力伸直手臂去扒拉他 可惜终究还是差了那么0.001厘米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和大帝来个亲密接触的时候 他拽住了我 鼻尖猛地撞到他坚硬的胸膛 我胃里忍了太久的翻滚 再也压抑不住了 吐了他一声 胃里清爽了之后 我也清醒了 可我宁愿我此时还醉着 不至于受这种活生生的折磨 跟在他身边三年 我知道他的洁癖有多么的恐怖如斯 他对待让他染了沉的人的手端 有多么的令人发指 什么这么想 我平住呼吸 屏蔽掉不断从鼻尖传来的酸腐的呕吐气味 扒住秦莫的胳膊 埋手在他的脖梗处 装晕了过去 不知道是不是他脖梗处的温度太暖人 不一会我就真的睡了过去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躺在酒店的大床上 要不是我看到桌上贴着标价的矿泉水瓶 就光这个白墙壁 白床单 白被子的房间 我可能真的会以为 秦莫趁我不被的时候 送我上西天 喉咙渴得厉害 我撑着床板直起身 想去拿床头的水 随着被子的不断滑下 我感觉到振振冷意 低头看去 我差点没忍住尖叫出声 忽然洗手间的门把响了两声 我抬头看去 映入眼帘的 就是八块明晃晃的腹肌 再往下 白色的浴巾 看够了吗 冷冰冰的熟悉声音响在耳边 我抬头错愕的看向秦莫 怎么是你 不是我 你还想是谁 那个小白脸 他看着我的神色愈发的冷 昨晚的是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昨晚的是 我脑中迷迷糊糊的闪过一些画面 不是很全 只记得晕倒前 我好像吐了他一声 当时突然清醒 给我带来的冲击力太强 那种似乎从灵魂深处传来的颤抖 让我深深的记住了那个画面 我不是故意吐你的 喝太多了没忍住 我脸下严谨 歉旧的说着 语气要多柔弱有多柔弱 以前我这样提前认错 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对我的惩罚太狠 可这次我料错了 秦莫走过来抬起我的下巴 渐渐逼近我 我甚至都能闻到 他身上刚沐浴完的那种湿气 还跟我装 他沉声说着 嗓音令人不寒而栗 装什么 我双手颤抖的揪住身前的被子 装作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看着他 他冷笑一声 掐着我下额的手都紧了几分 你以为我还会眼下第二次吗 他空着的手拿起旁边的文件袋 甩到我面前 我看到从里面滑落出来几张照片 和一张调查内容 他已经知道了我当初接近他的目的 也知道了我的本来面目 秦莫真的是从来不让我失望 我不过只是漏了一点线 短短一夜的时间 他就把我整个人的底细扒得干净 双方都已经心知肚明的事情 我也没有再装下去的必要了 是 我当初是故意接近你的 我直接承认了 可看着他眼底逐渐凝聚的风暴 我终究还是耸了 我是骗了你 可你不也没损失什么 我的声音 在他阴郁目光的注视下 越来越低 他握着我下巴的手一点没松 用的力气 仿佛是想活生生把我捏碎一般 你要是觉得委屈 我就把那四千万都还给你 就当我这几年被白嫖了算了 我也不知道 心里哪骨子脾气上来 居然能说出这个伤钱的话 你以为我在乎的是这个 不是这个是哪个 我看着他咬牙切齿的神情 有点猛 我除了骗了他的钱之外 他也没损失什么呀 这三年 我本本分分进了白月光 替身的职责 正主一来 我麻溜的就走了 没给他惹过任何麻烦 他那个白月光 恐怕到现在 连有我这个人的存在都不知道 我够给他省心了 既然你不在乎 那钱我就不还给你了 像你这种大总裁 应该也看不上这点钱 我没再去猜他的心思 只想着把刚才说送钱回去的话 给收回来 好不容易可以继续进行我的导演事业 没钱就难办事了 你故意装的何微微 很像来接近我 是为了什么 还能为什么 当然是钱啊 他要是没钱 傻子会费心费力去接近他 在我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这个回答就脱口而出 几乎是瞬间 秦莫的脸色就难看到了极致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 我莫名有些心虚 想说点什么来源一圆 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尴尬的笑看着他 他冷冷的望着我 忽然松开了我的下巴 我用舌头顶了顶有些发疼的筛子 赶紧后撤远离了他 一直到被顶住床头的垫子 才停下来 到底是我最初的目的不纯 我垂下头 难得第一次用本性服软 对不起 我 嗯 我刚低下头说话 脖子就忽然被人用手撑了起来 下一秒 我的嘴就被堵住 感受着唇边的那抹温热 我整个人都有些猛逼了 嗯 放手 我努力推散了秦莫 可男女之间天生的体力差距就有些大 我被他禁锢着动弹不了半分 秦莫勤住我的后脖梗 把我狠狠地按向他 我甚至都尝到了一点铁锈味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才把我松开 你属狗的吗 我捂着嘴空宿地看向他 秦莫坐在床边一言不发地望向我 胸口不断地起伏着 气息还有些不稳 出去我要换衣服了 嘴边的藤衣让我忘记了他的身份 一气指使地说着 秦莫没再为难我 站起身走了出去 床边早就摆好了一套裙子 与我昨天穿的那件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这件是崭新的 我快速换好 拿起手提包往门口走 没想到刚开门就看到秦莫光的膀子已在门边 酒店的走廊里还有几个年轻女生 站在不远处对他指指点点 他看到我出来 眼上的神色更难看几分 难得看到大总裁吃扁 刚才他咬我的气瞬间散去不少 进去换吧 我忍住笑拍拍他的肩膀 转身往酒店外走去 等等他喊我 我装作没听见 继续走 下一刻他就拽住我的胳膊 把我壁咚在了墙壁上 顿时引起那几个年轻小女生的尖叫 事情还没解决完 走什么 不知道甚至那几个女孩的视线太热烈 他又把我拉进了屋里 反锁上门 我气不过力气没他大 不服气的又要去开门 没我的允许你赶走出去 就等着被娱乐圈封杀吧 他没再制止我 冷冰冰地丢下这句话 往屋内走去 看着他的背影 我真的想给他来一闷犬 到底没敢跟着他进去 没想到他站到床边后 忽然把浴巾给解了 你也太不拿我当外人了吧 我快速捂住眼 可已经晚了 该看的不该看的 我都已经看到了 听着耳边的布料摩擦声 渐渐变小 直至没有 确认他穿得差不多后 我才敢放下手抬眼看向他 琴墨穿了一身银灰色西装 正派的样子一点都找不到 刚才欺负我的时候的模样 他突然挑起唇角 嘲讽地看着我 你是人吗 反应了许久 我才想明白他是在回应我刚才的话 这人真的是琴墨吗 他这罕见的嘴毒样子 我都有些怀疑 是不是我昨晚吐的东西 把他的脑子给熏得有点不正常了 你骂也骂了 咬也咬了 气总该消了吧 我无奈地看着他 被他知道 我想当导演的事情还真是不得了了 一句风沙拿捏得我死死的 这些在说 你昨天的朋友圈怎么回事 什么再说 倒是给我来个痛快 琴墨拿着手机摁了两下 似乎是在回消息 看他那副模样 我更加烦躁了 脑子里还哪里能想到什么朋友圈 活着有什么意思 嗯 似乎是太久 没听到我回话 他放下手机 双眸紧紧的锁住我 不让我有任何的逃避 被他看得一击灵 我忽然想起我昨天醉酒后 干的那件荒唐事 不止吐了他这一个 还有那条脑残后发出去的朋友圈 没什么 就是无聊了 我躲避着他的目光 下意识不想说真话 那些在我心里埋藏十年的往事 我不想扯出来与任何人分享 他们就静静地待在角落里 慢慢阴灭就好 其他人没必要知道 他盯着我半晌 直到我后背都有些发毛的时候 才终于收回视线 走吧 去哪儿 望着他向我走来的脚步 我不自觉问出来 九点我有个会 我们的事等我空了再说 之前我是不想留 可现在我更不想不明不白地走 现在里九点还有时间 我们先讲清楚吧 是我把四千万给你 你就放过我 不会封杀我 还是要怎么样你才能消气 让我能安安生生地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还没想到 他诞生说完 快不出了门 眼看着他就要进电梯 我赶忙过去拦住 一分钟一千万 付得起你就继续挡我的路 抢钱啊 我收回手 默默地跟着他从电梯下去 出酒店大门前 他忽然回身看我 留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只要你安安分分的 什么都好说 直到我回到公寓 他这句话 我还是没想明白什么意思 现在我看见他和他的白月光 都是躲着走的 这还不够安分呢 难不成我还要消失的更彻底一点 不在他们眼前碍事 越想我越觉得对 这简直就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我不出现在他面前 他看不到我 自然就不会想到我骗了他 而且他那么忙 说不定一周后 连我是谁都给忘了 那钱自然也就不会收回去了 对他 对我还有对苏薇 都是件好事 晚上八点 我刚敷完面膜 就收到一条 让我浑身热血 都沸腾起来的消息 有投资商看中我的剧本了 原本我还以为这部电影 要靠着秦末给我的这四千万 才能拍出来 这真是意外之喜 也算是 对我这些天努力的回报吧 收到消息后 我马上给艳水发了过去 这段时间 要不是他一直对我倾囊相受 我不至于能这么快 就能拍自己 想要拍的东西 他很恭喜我 并且说 最近这段日子 他没什么事 希望我拍的时候 他能过去看看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接下来这半个月 我每天过的忙碌又充实 做导演比我想象中要难很多 幸好有艳随在 我避免了很多弯路 虽然一开始的磨合花了很多时间 可现在我至少能独立的开始进行决定了 比如选角 比如研读剧本等等 这部电影寄托了我很多的心思 只要能拍出来上映 我这此生都没有什么遗憾了 你别太拼了 艳随拿掉我手里的对讲机 给我塞了个鸡肉卷 我这才恍然想起来 午饭我还没吃 今天是开拍的第三天 我的精神还在高度紧张状态 我冲他笑了笑 咬了一口沾满酱汁的鸡肉 视线又集中在眼前的监视器上 我天 你们快看那条热搜 苏维居然宣布订婚了 是和秦氏总裁经常传绯闻的那个吗 对对对我扭头看去 片场的几个年轻小女孩正聚在一起 头对着头看着手里的手机 苏维 秦氏 应该是她没错了 苏维是名演员 很有实力的小花 童馨出道 多年来累积了很多妈妈粉 姐姐粉 再加上她那种又萌又天真的性格 和毫无攻击性的长相 一直在圈内长胜不衰 就连她去国外那三年进修没拍任何戏 也没让她的痕迹在圈内人的心里泥捏一点点 她要和秦莫订婚了吗 小心 燕随一声惊呼把我换回神 我才发现我手中的肌肉卷不知何时滚落到了地上 汁水洒我一身 我的错 我慌忙站起来去收拾 燕随把我按回去 姑奶奶你可别动了 一会再弄的机器上哪儿都是 我站在一旁没再敢动 燕随不知道从哪里拿过来两包纸巾 递给我一包让我去洗手间收拾 而她蹲下来开始擦地上的狼藉 谢谢 我轻声说了句 大脑一片混乱地往洗手间的方向走 直到冰冷的凉水扑到我脸颊上的时候 我才彻底清醒过来 算一算 自我和秦莫自那天分开后 差不多有半个多月没见过了 她没来找过我也没打过电话 我则因着她的话也刻意躲着她 就像两条本来平行的线交集了一段时间 就重回了平行 这或许才是最适合我们各自轨迹的路 今天收工比较晚 我回到公寓楼下的时候 都已经接近凌晨了 远远的 我看到楼下有个倚着车的人影 很像秦莫 我甩了甩头 肯定是看错了 秦莫那种恨不得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 都用在赚钱上的人 怎么可能来我这里 怎么回来这么晚 等我走近后 看着面前你没问着我的人 没控制住掐了掐自己的脸 真疼 还真是秦莫 这大忙人不在家 陪着她快过门的小娇妻 来我这里干嘛 收工比较晚 我笑着冲她拱了拱手 恭喜啊 秦总 什么 她疑惑的看着我 还装 这演技 比我可差远了 您和苏小姐 不是今天订婚了吗 来我这生事想警告我安分些 不要听到这个消息 激动起来去找麻烦 破坏你们的感情 对不对 我十分有自知之明的说着 您放一百个心 我绝对不会捣乱的 毕竟我还不想被封杀 什么订婚 她正没看着我 你眼睛是不是有毛病 你才有毛病 还给我装死不承认 啊 我从背包里拿出手机 开始扒来今天的新闻 想让她当场打脸 可看着手机上 甜蜜依偎在一起的官宣照 我感觉自己的脸 好像被啪啪打得比较厉害 照片上的女主角是苏维没错 可这男主角的脸 怎么这么陌生 就算是屁图屁太过 也不该和秦莫 连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 猛的 我脑海里闪过一丝什么 跟苏维订婚的人不是你 我不敢置信地盯着她 像她这种占有欲极强的人 怎么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苏维和别人订婚 而不管不问 秦莫冷逆了我一眼 看来眼睛又好使了 大佬 大佬 他是大佬 我在内心强调三遍 忍住对回去的冲动 电影拍完之前我得忍住 万一被突然封杀 那我可真是哭都没有地方哭 你不伤心吗 看着她如往常般 没什么情绪的神色 我十分不解地问她 伤心什么 那可是你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 她结婚了 你一点都不难受 我一点都不信 她肯定是在装 不难受 我很开心 男人真是喜欢嘴硬 当年苏维出国后 她在圈里找替身的名声 都传了个遍了 我还是因此才贴上她的 她和我姐约也是因为苏维回来 现在说不难受 鬼才信 我发了个白眼准备上楼 今天太累了 我懒得和她在这里掰扯这些 我说的是真的 秦莫拽住我 语气十分认真 嗯 我信 我敷衍地答着 曾经我以为我喜欢薇薇 包括你也是因为像她我才允许你来到我身边 后来我对你的喜欢一天天增多 让我也误以为我是喜欢薇薇的 等等 什么 怎么就对我的喜欢一天天增多 大佬你在说什么 没发烧吧 我不禁用手扶了扶她的额头 还有点凉 前段时间 我在压压酒吧看到你靠在那个小白脸的肩上 我内心有种想杀人的冲动 可我看到薇薇和别人在一起 甚至接吻的时候 我心里都没有任何波澜 甚至包括她现在官宣结婚 我心中只有开心 没有一点难受 我才知道 我一直是把她当做妹妹 家人 而不是喜欢的人 她握住我的手臂 没让我再乱动 你确定 现在站在这里的人是你 不是被什么鬼魂附体了的人 我确定 她看着我的眼神里的认真 让我不敢在查克打混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找我说这些 我不自在地抽回手 问她 那天和你分开后 我去了临时出差 今天下午才回来 回程的时候差点出事 要不是机长开过战斗机 可能我今天就回不来了 生死时刻的那段时间 我脑海里回忆了很多事 发现唯一的遗憾就是你 也是那一刻 我才明白了自己的心 她看着我的视线逐渐热烈 我有些抵挡不住地转过身 狠狠掐住手心 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再好好想想 说的也只是错觉 不是 我没敢听她在说什么 轰轰张张上了楼 到了公寓后 我被抵在门上 缓缓软倒下来 秦莫刚才那番话 真的是震惊到我了 我一时之间真的是接受不了 当当情人玩玩的没什么 要真的谈婚论嫁 我真的不敢 我父母他们年轻时候的那段恋情 也是轰轰烈烈 是当时周围人都羡慕的金童玉女 最后还不是陷于柴里游眼中 每天吵闹不断 甚至互相逼死了对方 我到现在都不敢想象 母亲在父亲跳楼后的那半个小时 心里是经过了怎样的煎熬 更何况我与秦莫 连最基本的门当户对都没有 我承认 对秦莫 我是有心动的 可这些还不足以让我真正的想要把自己交出去 用真心谈一段恋爱 第二天回到剧组后 我让自己变成了更疯狂的工作狂魔 期间秦莫给我发了许多消息 我都没回 他来剧组找我也被我赶走了 我赶他走的时候说的话很伤人 让他像以前他不让我打扰他工作一样 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过来给我找麻烦 之后他就不来了 不过每天依旧会给我发消息 说今天一天他经历了什么事情 我没回过不过都看了 一个月后电影就熟顺利杀青 我才让自己缓下进来 杀青宴那天晚上我很开心喝了不少 席间我戳了戳燕随 你都25了怎么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 你有吗 他嫌弃的看着我似乎在说我俩半斤八两 我不想不是找不到 我不配燕随不知道想到什么 眉眼间暗淡不少 想到我进卷后听到的那些传闻 我不敢再问 生怕那句话就在他心肩上扎到 呼得有人戳了下我的肩 我回头发现有些愣住 没想到是苏薇 我能和你聊聊吗 他看着我笑意温柔 好半个小时后我和苏薇聊完回到宴会上 你们吃我先走了账户已经结了 对着宴随交代完 我拿起外套出了酒店的门 回公寓的车上 苏薇对我说的那些话 还不时的在我心间回想 他和我讲了许多寂寞同年的事 寂寞的父母也都不在了 他比我还要惨些 他父亲当年外遇不断 经常出轨 他母亲忍受不了精神失常 同此他父亲后自杀了 那段时间是苏薇陪在他身边 他把那种陪伴的感情 当成了对爱人的喜欢 苏薇跟我聊的时候 劝了我很多 他说我现在这部电影发行的时候 出了很大问题 很多影院觉得不挣钱 没给我怎么排片 是秦末暗中帮我争取了 这些他都没和我说过 苏薇还说秦末人很好 只是小时候比较孤僻 不善于表达 他说他自己也是那种不善言辞的人 他们两个在一起太压抑 经常没话说 不太合适 后来他才选择出国 给秦末和他都有一个重新的选择 也是在那三年 他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苏薇说他不适合 我就合适吗 两个经历相同的人在一起 不会更加忧伤吗 我控制不住的想着 手机嗡嗡震了两下 我扫了眼 是秦末给我发的每天的例行小作文 我摁灭了手机 没敢看 心很乱 半个月后 电影开始首映 我到了影厅 坐在最后面一排 忐忑不安的看着 这部电影是我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原型拍的 不过是成年后的我 穿越时空 到了我父母的那个时代 我引导他们 对彼此更加宽容 信任 有爱 从而避免了多年后的那个结局 看到电影结尾 那个小女孩的父母没有选择自杀 而是拥抱在一起 准备共渡难关后 我的鼻尖还是没忍住 开始酸涩 如果我父母当时没有冲动上头 而是想开的话 我不会变成现在的我 我不怕穷 不怕苦 只怕没有家 电影结束后 影厅的灯重新亮了起来 光打在我身上那一刻 笼罩我心里多年的伤口 好像在慢慢开始愈合 我快好了 那秦莫呢 走出影厅的时候 我心里不禁浮现出这个念头 是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的那种 我苦笑一声 到底还是没逃过 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陷进去了 走的时候没看路 我撞到了人 这么大人了 还这么冒失 听到熟悉的低沉嗓音 我抬头看去 真的是秦莫 他瘦了许多 他说 你最近好吗 不知道是不是苏薇的话 让我对秦莫带上了滤镜 我总觉得他可怜 他笑着抬手揉了揉我的头发 瞎想什么 我垂下头有些纠结的掐住手指 他以为我在避着他 声音低落不少 你电影成功上映 我只是想来恭喜你一下 没别的意思 你照顾好自己 我走了 他黯淡的转过身 我猛的抬头 看着他那不争气的颓丧样子 扭了扭手腕 下一秒 他就被我 壁咚在了墙上 我 看着他那张放大的熟悉俊脸 喜欢你三个字 我怎么都说不出来 总觉得羞耻 憋了半天 我对他说了句 你以后有我 他惊诧的看着我 眼神渐渐软化 嘴角的笑意愈发的放肆 你以后也有我 其默勾起我的下巴 逼我与他对视 明明是我壁咚的 怎么能让他反攻上来 我挑起他的下巴 不甘示弱地回进回去 他轻笑一声 稳住了我 许久之后 他才松开我 把我按在他怀里 承诺道 我们会幸福的 好 我紧紧地还住了他的腰 下面一句